另外一部分,特别注意就是这个 at after 将来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before 如果你要放前面,你用 before 不过我习惯还是比较常用 after 比较多 然后另外一个点 name 就是它的名称叫什么 名称的话就是来自于 L 栏的二三四列 最后我点 select 就把游标再移到第一工作标 最后一行这个没写,它就变成它会点到最后面去 这样感觉怪怪的 不过你会发现虽然新增的 看起来好像很漂亮,但里面没有东西 因为我们还没写,怎么样把资料抠过来 所以后面我们需要写什么 写就是如果是一般,那就把那个名称去帮我查过来的结果放在这里面 方法,我们后面会讲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像刚刚讲的一样比对 如果是一般,比如说你要怎么比对 for i 等于 2 到 12 然后如果一般的,就把这些 call 到这边来 而且是要跨工作标的话 那其实复杂率会更高 我觉得前面一定要加许子名称 如果许子名称没有写的话 那就会放错位置,然后就乱掉了 所以后面复杂率还蛮高的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好像用筛选来做会简单一些 为什么? 因为筛选的话意思是说,你就直接把这边 这边有一个叫撕料筛选 那筛选的话,它实际上就是 确实物件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做Auto Filter Filter 过滤器 英文名字叫Auto Filter Auto Filter 跟他讲说 我要针对哪一栏 先跟他讲哪一栏 里面是什么,比如针对A栏 不过A栏你不能给A,你要给E数字 然后它的条件是什么,是一般的话 那它就帮你把它筛选出来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把它抠过去就好 把这一整个范围抠过去就完成了 会比刚刚的那个,就是一个一个比对 会简单许多 所以待会也许,我感觉先讲筛选好像 比较好一点,不然的话 刚刚那个方法太复杂了 我怕你们会招架不住 也许先讲简单的好了 如果你简单的会再去自己练习一下复杂的东西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新增了 那我们再新增完之后,里面先不要复制 因为复制部分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先写简单的 简单的就是如果把它删除 删除的话,我这边的话就是必须要写个回圈 当然你不能一个个删 这边是新增 123班 那删除的话,其实它的语法非常简单 语法就是用哪一个工作表的名 你可以用名称,也可以用index 这边注意哦 这个index是从1开始 1,2,3,4 那也就是说你是续者4 帮我删掉的话,就删掉 那续者3,就是续者3删掉 续者2删掉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我这边写的回圈 有点跟平常不太一样 step-1,为什么step-1呢? 其实跟各位讲,原因主要出在这里 目前,假如说你顺序 2,3,4 这下我要删除了 可是如果你现在,假设以前的写法是4i 等于第2到第4 可是这边会有关系 只要以色列里面删除 不管是列或工作表都一样 只要你把第2个工作表删除的话 那再来我要删的是 下一个是第3个 可是你会发现哦 如果你把第2个删除之后的话 会怎么样 第3个会怎样 变第2个 第2个的话 变成你就很麻烦了 你变成你要下一个 你变成把你后面的数字变 你要再减1了啦 因为你已经删掉一个了嘛 所以非常麻烦 以前我会在变数后面减1 然后就可以删除 或者你一直删第2个 也是可以啦 可是以理解上面 就觉得好像不容易理解 所以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 只要是删除,我干脆反向删除 为什么反向... 因为我只要先删掉第4个 第3个没影响 删掉第3个,第2个没影响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为什么写反向删除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要删除的话 反向不会有影响 那3个方法特别注意哦 我们一样 for i 等于什么呢 总共有几个 所以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现在4个嘛 那未来5个6个7个这个数量不一定 所以如果你写固定 假设你4到2的话 那以后如果多一个出来 你岂不是又要改程式了吗 所以虚点抗可以得知什么 目前工作表的总数 所以虚点抗非常好用哦 以后你用虚点抗 刚刚也有用到 最后一个到 然后第2个 特别是要删掉第2个 你不能删掉第1个 如果第1个的话 如果你第1个应该会有bug 因为它不允许 这个工作部里面没有任何工作表 ok 然后step 特别注意 一定要是-1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话 只会删第4个就不删了 ok 因为基本上呢 预设值是越来越多 如果你要越来越少的话 请你在后面一定要加step-1 那shits哪一个呢 shits从第4个 所以这边假设计点抗4 后面加一个.delete就可以了 点delete就把它删除 然后后面next 这样就全部删光光 我们试一下 资金 ok 好 那再增加 再删除 不过特别注意哦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这个上方 有写了一个这个 dispress alone 等于false 那其实特别注意哦 旧的版本 像2013以前的版本 因为我删除的时候啊 它基本上会跳出是否删除 你要按是 它才会删除 那如果三个它会跳三次 那个叫alone 一直跳一直跳 可是你会发现 新的版本 那个就不跳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执行的地方是都是新的版本的话 那可以不用写 可是问题哦 现在很多公司还是用旧版 有没有 你会发现 甚至还有公司还用2003个 那如果是用旧版的话 你就一定要写那个哦 如果你不写那个的话 你会被骂死 或者一直跳 是否删除 是否删除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那如果你一堆工作表 就一直按一直按 那你不按都不行 如果你一定按是哦 你按否的话 程式还有bug 如果你按否的话 就不删除 不删除就执行不下去了 OK 不能按错哦 那怎么办呢 这边特别重要 你必须要把那个 是否删除关闭的话 那特别重要 必须要叫出一个 application的物件 这个application就是Essale本身啦 因为是否关闭那个讯息是由他管理 application点什么呢 是否显示出那个叫alarm 所以那个叫 是否显示叫displace 有没有 所以你大概记一下 dis大概就出现了 displacealarm 就是那个东西 要把它关闭的话呢 那你就等于false 就把它关闭 有没有 关闭 记得哦 最后在回圈结束之后 一样 要把它打开 因为如果你不打开的话 将来 所有的event 通通都被你关掉了 那也就是 该想的时候就不想 像那个 最近那个热门新闻 前柜不是吗 火塞了 结果 居然火烧那么大 居然没有灵响 然后也没有洒水 什么都没有 天啊 这个 那检查不是白检查的 你有妆等于跟没妆 也一样 所以这地方的话记得哦 也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alarm 会跳出来 那如果你通通把它关掉 因为所有的会 警告的啦 会跳出对话的 那就不显示了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边注意哦 这个地方 我就把它再把它改成true 这样就ok了 所以执行123班 删除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要思考说 如果我今天 有123班 可是目前现在里面东西没有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快速的把 我要的这个资料 放到123班去 那实际上 这个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说 等同就是把 我们的工作表做分割 ok 所以啊 工作表分割 其实这个范例 就可以拿来当一个范本 以后的话 你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去套用哦 ok 而且这里是我想很久的 今天一般 VBA房间的书籍 都针对这个问题在讨论 但是有些书籍 写的复杂 到底都不行 我不想说 为什么一个东西可以 可以越写越简单 有的书可以越写越复杂 在你们房间 尤其是日本人写的书 日本人有好几本 是写的很 很很怎么讲 很认真是没错的 但是认真到 完全真的是会看不下去的地步 因为每个地方 本来是一点点东西 它可以写的非常非常非常的 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人的 那个个性真的是 太龟毛到一个不行 那以我们 我的习惯是说 尽量是想一个 越简单的方法 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是最好的 不然的话 你把程式写的 那么长一堆 都真的 最后人家那么看 看不下去 而且最后 也根本不想要这样用 所以我待会也就 跟各位干脆讲一个 最简单的方法 归纳出来 目前想到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利用什么 就是把什么 这个地方套用一个功能 叫筛选 只要是把什么呢 这个地方用一般 有没有 然后再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这个就一个range 所以这个range 点copy 点copy之后 就放到一般的 它的range A1的位置就可以了 它就全部OK了 所以只要两行 一行是 叫做这个叫Auto filter 就是这一个 sheets的Auto filter 给两个参数 一个是哪一栏 第一栏 什么条件一般 第二个是 把它显示的 这个结果的range 直接点copy 到那边去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那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后来我背那出来 这个方法最简单 那你也可以想其他方法 其他方法也就是 我刚刚讲的 跑回圈比对 可是好像似乎 这个复杂度很高 主要是还要跨工作表 跨工作表 这个头头很痛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如何做那个 批示删除工作表 然后并且稍微试一下 主要是这个功能 怎么样把这个功能 带到那个 我刚刚讲一般 你把这个范围 批到这边来 当然以前你如果不会更好的方法 你还要复制贴 贴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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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如果你会用回圈 一边新增 一边copy 那其实还蛮愉快的 这一招很好用 以后的话 蛮多地方都可以让 如法炮制 我可以试一下 而且这一招是真的我想了很久 真的归纳出很多 这个案例 最后8月这一招 应该是目前看起来 应该没有比这个更简单 坊间书籍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坊间书籍 真的写的城市 真的是又复杂 又难懂 写完之后的话 可能你也会想说 哇 这实在是想 干脆我还是 甚至有人就是干脆想说 我刚刚有土法链刚算了 光看城市都已经头很大 待会再来看 如何把资料做转移